今天明显变冷了 北部跟昨天相比之下下滑了5度 清晨最低温在新竹是4.4度 不止温度变化要注意 气象局说因为这波东北季风 把中国的沙尘吹来台湾 根据环保署的空污侦测 台北、桃园、中立、嘉义跟外岛 都达到了红色警戒的不良等级 提醒过敏患者最近外出一定要戴口罩 台北市中山北路车水马龙 一片灰蒙蒙 这是因为东北季风把中国的沙尘吹来台湾 冲上去的空气污染指标有108 已经达到不良等级 路上行人纷纷戴上口罩 东北季风把境外污染物由北往南吹 全台对抗过敏大作战 环保署监测台北市的中山 大同跟新北三重的空气污染指标都超过100 中立更高有110 平镇104 观音108 还有嘉义的悬浮粒子浓度也很高 台西107 蒲子118 外岛受到中国雾霾影响 马祖有112 金门有120 是全台空气品质最糟的 第二是嘉义蒲子 第三是马祖 这些地区都达到不良等级 除了空气糟 天气也变冷了 北部下滑5度 今天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新竹是14.4度 第二低温在淡水是14.5度 第三是新屋14.6度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周三跟周四的清晨最冷 中部以北空旷地区下滩12度 南部最低15度 东部是13到15度 周四东北季风减弱 会回升2度 但周五又有另一波东北季风 又会下滑2度 下周一还有封面报道 这一两星期 过敏患者要多多注意 新唐人台电视综合报道